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我是觉得小孩子对我来讲是 他们是独立个体 你站在边边上等他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再去关心他们 不然的话你随时去关心的话 是等于他们的累赘 那小孩子孙子呢 他们要东西的时候来抱抱你 一下就跑掉 所以对小孩跟对孙子们 我的期望并不是那么大 我想我最大的我是觉得做公益 现在对公益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觉得人生 在做人的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学习 那我们再讲终身学习 那我们再讲到人跟人中间的温度 那这个呢 你在做公益的时候 你走第一线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 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心 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而你在行动的时候 你看到别人的行动 跟他们发出来的磁场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那我有静坐的习惯 所以你这种跟人家互动 跟你跟人家接触的这种力量 是让你成长 让你的心更宽 那让你觉得什么东西 是真的是幸福的 是刚刚其实我本来想打岔 但是想要让他一把他一口气说完 不然这个主持人才太烂 每次都说的名 这个访问来宾还要多 真的不好意思 所以我其实要回到前面 你刚刚讲到说 你要作为一个母亲 到阿嬷不用提了 作为一个母亲 其实你都会非常尊重 孩子的自主性 请问从小就这样吗 孩子小的时候就这样吗 我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管得比较严 因为我们是国外长大的 他们完全都在美国生的 生长的 我比较严的就是 他们一定要讲中文 而另外一个呢 我管得比较严 因为我跟他们讲 你在家里很调皮的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 可是等你出去的时候 人家接不接受你 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先管好 那我这个线是拉得蛮紧的 那我的大女儿是 她现在已经五十岁了 所以呢 她碰到她的叛逆情的时候 你想想看 在四十年前 她的头发已经是 染了像 都是一直挑染 然后这样折现 我没有管她 彩色的吗 是彩色的 那个时候四十节年 确实 对不对 就是那个嬉皮时代的 对 那我规定就是 你不能用药 那你跟我出去的时候 你要穿成我要的衣服 你出去的时候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 就是尊重她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也希望她能够尊重你 我 对 然后彼此是一个 亲子关系当中 就是彼此尊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最主要要先把我书念好 书念好 然后其他的做了 你那个 我都可以包容 因为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她的本分就是 孙女好 可是有的人很严格 你看这个怎么 top5% top1% 你会有一定要说 全A这样子吗 还好 她那个时候 她有一次 她四年级的时候 拿到一个D 小学四年级 小学四年级 哪一科你记得吗 我忘记了 她拿到一个D 那所以我帮她 不告诉她爸爸 可是你下一次 你要给我好的成绩 我用这种方式 用鼓励她 又是帮助她的方式 到后来 我这个女儿 很不错 她毕业的时候 是全校第三名吧 那她 那你是虎妈吗 我是虎妈 我是虎妈 虎妈是有效的 对 你看 她有一个Duke的一个PhD 她有一个Walton的一个MBA 确实非常非常优秀 是很优秀 可是她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我的因子 就是很自在 很热心 可是我又回过来问你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 很多是那种 爸爸妈妈 在养小孩的过程当中 真的非常重视 就是怎么样子养 是最好的方法 那你刚才讲了说 就结果论吧 就是她又是PhD 去肯邦的读课 然后还是Warton 宾州 是不是全美第一个 那时候 他们毕业的时候 是商学院 对MBA 这个是你一路 你刚才讲你虎妈 你是怎么会虎法 就是每天要练琴 三个小时 要读书 读三个小时 这么严格吗 我倒还好 因为那时候 我自己本身还年轻 我想是本质也有关系 那 本质 孩子的本质 对 那他们 我的规定只是 你在我这个范围之内 你都做好的时候 我就可以 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 给他适度的自由 让他自 我觉得是一种自律 自主自由 给他原则 但你不会 编册到 就是说 好像给他开一个课表 然后照课表来行使 没有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 还没有补习班这样这些 那他 他在高二的时候 他要选择 他在音乐上 很有 很有才气 所以我们一直陪着他 到高二的时候 他就要选择 他要走艺术方面 还是要 做正常的人 艺术不是 OK 不是因为 他是弹piano的 那我分析给他听 是 那他在music school的时候 老师校长 是希望他走音乐方面的 那 所以他就 我让他自己做决定 二女儿 大女儿 大女儿 可是他后来读PhD 对 所以他在高二的时候 他经过考虑 我说分析给他听 你要当个很成功的音乐家的时候 在一个乐队里面 只有一个人是弹琴的 OK 那你 你的生活将来 就是像你piano 老师过的日子 你用这东西 往前看是怎样的 不是就想到现在 不是就现在 那你要喜欢衣服 要什么东西 你将来买得起的时候 我就不会管你 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我跟我大女儿 是完全是用朋友的方式 有两条路 分析给他听 让他自己做选择 我觉得Sophie作为一个妈妈 因为这一面 我们是比较少去听到的 因为常常访问 那就是张女士的 在公益上的这个成就 或者是作为一个另外一半 成功企业家 另外一半的作为 可是 其实我私底下觉得 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个人 然后她教导她的孩子 也非常有一套 所以今天才有特别请她来分享一下 所以后来女儿回过头来 没有埋怨你 她其实一路上 你都引导她做自己的选择 她自己做自己的选择 她后来在Duke毕业了以后 她就到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化学公司去做事 而且她很快就有个program 就是Speed 就是要培植你的一个program 这时候因为很有化学博士 可是那个时候 她看到她的妹妹 在Warton的受的教育 比较合适她 她就要离开公司 而再去Warton重新念书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 只有我一个人支持她 你为什么支持她 别人的看法就是说 你已经有个好教 你已经是一个PhD了 你为什么要重新再来 我懂了 她是念完PhD再回去念Warton的 她念完PhD完了以后 做事了 而且是公司要把它培养成 一个高级 确实蛮特别的 对不对 那我晓得我小孩子的脾气 而且我也尊重她 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支持她 为自己负责 选择自己想要 对 选择你想要的 相信她 对 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的做法 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